当PS5的二党会员遇到了618 是时候要给PS5升级内置硬盘了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几个常见的PS5硬盘扩展方案 价格从0到6000多 先说第一条方案 那就是0元升级 那就是不升级 用PS5内置的600G的高速内置固态硬盘 效果还是很好的 就是空间少点 遇到了二党会员需要经常删游戏 然后再花点时间下载游戏 这算是一种凑合的解决方案 但是它的优点是不花钱省百分之百 下面直接讲第三党 这一党的价格是1000左右到1500元 那就是内置的NVME协议M.2接口 PCIe 4.0的这个标准 一个T的比较主流的内置固态硬盘方案 绝大部分的厂商推荐的都是这个价位 这个标准的内置硬盘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网站搜索SSD固态硬盘 这里面有很多筛选结果 我们只需要勾选两个条件 一个是接口叫M.2 NVME协议 另外一个是PCIe 4.0标准 下面的产品几乎我们都可以选择 如果你拿不准可以再问一下客服 首先我们先挑两个热门的产品 一个是三星的980 Pro 还有一个是西数的SN850 这个热不热门我们要看它的销量 像这种硬盘不光是给PS5用的 更多的是给电脑用的 像设计的电脑做视频的电脑 他们需要这种高速的硬盘 我们在给PS5选择内置硬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要带三热片 或者叫三热马甲 像这款就是带三热马甲了 它的价格是1499 618的价格是1199 西部数据的这款是带马甲的 它正常价格是1499 618价格应该是1299 我们经常听到的是SN850和980 Pro 但是在PS5扩展硬盘这个行列里 最有名的应该是这家 Next Storage 这块硬盘应该是PS5主机专用的SSD了 另外这个品牌它是源自索尼的 所以说从品牌和产品这方面来讲 这个产品应该是根正描红的 但是它的价格要贵一些 如果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这个硬盘应该算是索尼的第一方 三星的980 Pro和西部数据的SN850 算是比较优秀的第三方 下面我们再对比一下 这三个产品的重要参数 先说Nexus Storage 一个T的版本 它的顺序读写速度分别是7300和6000 它的随机的读写是750K和1000K 质保五年 西部数据一个T的版本 顺序读7000 顺序写5000 随机读1000K 随机写720K 质保也是五年 三星980 Pro它的质保是五年 它的顺序读7000 顺序写5000 随机读取写入都是1000K 那这三个产品该怎么选呢 如果你不差钱 并且喜欢索尼这个品牌和它原厂的东西 建议选这个Storage 如果你比较在乎价格 或者想选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 那我也不是很推荐这两个产品 因为还有很多性价比更好的产品适合PS5 如果你是给高端电脑选择硬盘 这两个方案是不错的选择 除了上面这三个品牌 还有其他品牌也可以选 比如金士顿的KC3000系列 它的价格是999 还有凯霞 它的价格也是999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散热片 我们需要自己去买一个散热片 还有西部数据SN770 它的价格只要799 但是我问过客服 客服说如果PS5用的话 还是推荐SN850 这就见仁见智了 能用不一定好用 说到性价比 就不得不提到三星的公包OEM产品 PM9A1 它的1T价格只要810 2T的价格只要1700 这个性能 这个价格算是性价比之王了 目前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选这个产品呢 选择别的都是智商税呢 也不尽然 这个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来成为 二手或者散片 虽然它提供了电保三年 但是也不适合所有的用户 像这种产品你在用的时候 从购买到使用到售后 都要多花些时间 多花些心思 多承担一些风险 这个每个人对于风险 时间 还有品牌 价格 承受能力 选择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我只是给各位提供一个方向 有一种用户 它喜欢把能扩展的 能选择的都拉满 无脑拉满 那么这个产品是适合这类用户的 它就是Nexus Storage 一个新品 4T的固态硬盘 价格是6499 你没看错 就是6499 比PS5还要贵得多 相当于两台PS5数字版的价格 我们都知道 PS5内置的硬盘 最大就支持到4TB 再多了也没用 目前这种规格有4TB的 就只有他们家 也没别的选 如果你想无脑拉满 那只能选这款 下一档方案 应该是外置的移动机械硬盘 或者移动固态硬盘 这个方案我不会选 因为它是外置的 会占桌面空间 如果是大的机械硬盘 它还需要一个外置供电 而且还有噪音 如果是外置的固态硬盘 价格也不便宜 速度还上不去 而且这种外置的方案 只能运行PS4游戏 或者保存PS5游戏 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所以我就不推荐给各位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参考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